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同学在教室里玩耍 龙山关红军小学史建于1929年 在教学上将红色文化元素融入课堂 培养了数名红色文化小宣讲员 这里的班级名称 均以红军长征相关地点命名 如大渡河中队、雪山中队、陕北中队等 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见习记者须俊彦 设距离贵州省尊义市北部五十公里的大楼山 主封楼山关海拔一千五百七十六米 同样跌峰、峭壁绝利 这里北街巴蜀、南厄乾贵 素有一夫当官、万夫莫财之称 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1935年1月7日 红军占领尊义后 贵州军阀王嘉烈、侯之丹调兵遣将 在楼山关一带设置了军事防御 中阁军委为了确保中共中央在前北尊义建立新战 那根据地 确保主力部队在尊义修整和尊义会议的安全 命令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追击敌军 夺取楼山关 当时 红四团团长耿彪和政委杨成武 侦查楼山关地形后认为 要确保楼山关战斗胜利 并尽可能减少人员伤亡 必须既从正面进攻 又从侧面抄袭才行 侧面抄袭最理想的办法 就是从险要的高山上找到一条小路 迂回到敌方侧面突袭 展开全文 然而 卢山关关口西面是悬崖峭壁 东面是崇山峻岭 红军要想从敌方侧面包抄 必须走也必想到 侦查兵探路发现 可以接到深山里的一条崎岖小路 从板桥皇家大绕到楼山关北 1935年1月9日 楼山关当地村民周俊法主动引路 红军侦察队长潘峰率领侦察队和工兵 连顺利实现了对敌人的侧面包抄 接着正面部队攻上了楼山关 战斗大获全胜 1月中旬的遵议会议后 为了摆脱数十万敌人的尾锥 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指导下 红军采取灵活激动的战略战术 回师前匪 二度赤水 重战楼山关 再战尊义成 2月25日凌晨 红三军团在军团掌棚德怀 政委杨尚昆的率领下 采取正面攻击和两翼包围的迂回战术 再度向楼山关挺进 同时 红一三军团也与贵州军阀王家列的前军两个师 为争夺关口展开激战 战斗一直持续到26日午后 在红军大小迂回截断后路的情况下 楼山关口上的敌军看到增援无望 使得撤出阵地 抄小路逃跑 红军夺取了楼山关 在2月27日晚占领尊义成 楼山关战斗的胜利 成为中央红军长征以来的第一次大胜仗 红三军团师团政委黄克成曾回忆到 楼山关和尊义成两次战斗 虽然将敌人打败 但我军收获不大 自己也有不小的伤亡 第十二团政治委员中士兵和参谋长孔献权 1935年 十 年二十一岁的红三军团十二团政委 中士兵身先士卒 在激烈的争夺战中 又小腿不幸重但负伤 他忍得剧痛 一直战斗的红军占领尊义成 中士兵的伤势非常严重 必须要截肢 但红军医院没有手术器械和麻药 手术工具是临时从老百姓家借来的砍柴刀 和断成半截的剧 三个半小时的手术后 中士兵右腿膝盖下 只剩下小半截了 术后几天 因天气湿了 中士兵伤口感染了 医生又先后为他进行了两次截肢手术 半个月内里经三次截肢 中士兵彻底失去了右腿 好在保住了性命 后来毛泽东得知了中士兵的事 他和周恩来 三军团政治部主任刘少奇等人 去看望中士兵 毛泽东调侃说 我们应该在楼山关立个石碑 写上中士兵在此失退一支 黄克诚曾回忆 当时卫生部门决定 将一批不能随军行动的重伤员就地寄养 其中就包括中士兵 中士兵听说要离开部队就地寄 呀 说什么也不肯留下来 谁来劝说他都不听 还拔出手枪来要拼命 这样 只好把他放在担架上抬着随部队走 黄克诚曾说 由于中士兵年轻 身体强壮 体力恢复得很快 过了不久 他就可以骑满了 用一条腿在马背上翻上翻下 跳跃自如 最后终于随部队坚持到达陕北 7月11日 在走长征路的记者来到尊义楼山关 革命年代的红色记忆 被图剑点亮 85年前 楼山关不少农民都曾被红军做过向导 我的哥哥肖开摩 曾经为红军长征师带路 今年81岁的肖开机回忆说 肖开机是楼山关脚下四渡镇幸福村岸口脚组的村民 他说 当年 红军长征选择走小路 就请自己十多岁的哥哥肖开摩带路 沿着小路到达遵义 当天早上两三点摸黑出发 第二天中午就到了 肖开摩带红军走的这条路 为红军迂回包抄攻打楼山关提供了有力帮助 在红军长征中 这条路被称为生死攸关的小路 肖开摩还记得 1935年 红军来到楼山关后 杀了土豪和地主家的猪 当时 红军吃的是红花米 生活很艰苦 但非常关爱老百姓 杀了猪 连猪毛都没有光 就把毛猪肉分给大家吃 红色情节 如今依旧根植于楼山关这片土地 今年24岁的王秋月 是尊义楼山关红色德育主体馆第一批讲解员 他住在楼山关脚下 从小就对红色故事耳熟能详 从2017年毕业至今 王秋月几乎每天都要讲解两场独腿将军中士兵的故事 这位开国中将在年仅21岁时 半个月经历三次截肢 活下来就很不简单了 中士兵还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 一声不吭 王秋月说 在最开始的几次讲解里 他常常把自己讲哭 他希望未来能继续在自己的岗位上 讲好红军长征故事 向更多人传播红色精神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中士兵